紧跟时代每天进步一点点 你好,我是点点,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要跟你聊个事 发生在我所居住的城市蒙哥华 就在这几天 我们这个温村来了一个大人物 就是这个16岁的瑞典小姑娘 她的名字叫Greta Thunberg 我们这儿就管她叫格雷塔吧 别看她才16岁 人家现在已经是全球知名的环境保护人士了 到处演讲 这次来加拿大巡回演讲 已经在东边的很多城市 人都演讲过了 可能是最后一站到温哥华来 不光是在加拿大 人在世界各地 尤其是在联合国的各种会议 什么儿童基金啊 气候会议上 人家早都发表过演讲了 课也不上了 学也不上了 我下面给你放一段录像 是她在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的一段录像 你看看她的这个演讲的风格是什么样的 看完这段录像 我的第一反应是 我真想教她唱中国的国歌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你看多贴切 改改词 直接就唱出来了 其实我看过哥雷塔其他的演讲 还好没有像这个那么咬牙切齿了 现在都有一个新词发明出来了 就叫Great Effect 哥雷塔现象 那些环保人士 热心人士都为她鼓掌 说好小姑娘真棒 联合国的秘书长也说 拯救我们的星球 就要靠你们新的一代了 但是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呢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我非常的不喜欢 我觉得挺没劲的 后来我去查了一下 温哥华的几家大的电视媒体 像CTV CBC Global News 他们在YouTube上发的视频呢 那么观众踩的人比赞的人多 说明很多人其实都是看不惯的 当然我并不想对这个小孩 并不想攻击这个小姑娘 因为她实际上才16岁嘛 她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打算从两个另外的角度 来讨论一下这个事 第一个呢 我来介绍一下 哥雷塔 她的生活背景吧 她是打哪蹦出来的 第二个我来讨论一下 政治和小孩之间的关系 你说学生也可以 政治和学生 他们之间的微妙的关系 好 我现在先跟你说说 哥雷塔她的家庭情况好吧 她是2003年出生于 瑞典的斯德哥尔摩 他们一家子都是演员 她妈妈是歌剧演员 她爸爸是电影演员 她爷爷也是电影演员 还兼导演 你看一家子艺术细胞 挺厉害的 这个小姑娘从11岁 开始患上抑郁症 后来又是自闭症的一种 那个名字挺长的 我就不说了 在她八九岁的时候 不知道从哪听到了 全球变暖的危害性 这个小姑娘 她就真的听进去了 然后她就不断的指责 她的父母 说他们坐飞机 开汽车 这样的话 会毁掉环境 毁掉她自己的前途 未来 她就这样指责她的家人 然后她自己呢 从此就过上了那种 低碳生活 她吃素 回收利用 所有一切可回收的东西 然后不坐飞机旅行 不光这样 她还不许她妈妈坐飞机 因为她妈妈是个歌剧演员嘛 经常要出去演出 到不同的城市 她就生生的不让她妈去 不让她妈坐飞机 为此她妈妈曾经有 至少五次取消了自己的演出 到了2018年 格雷塔15岁了 她开始正式的罢课 整整三个星期 天天跑到瑞典的 类似美国的国会大厦那种地方 跑那静坐 要求政府保护环境 她还鼓动她的同学们 也跟她一块罢课 可是没人理她 格雷塔的爸爸 其实是不想让她不上课的 可是她爸也没办法 她爸是这么说的 与其让格雷塔待在家里 很不开心 那就让她出去抗议吧 这样至少她还开心一点 格雷塔的老师呢 也希望她能够回去上课 所以在三个星期过后 她就变成只有每星期五 才去抗议进座罢课 这个期间呢 瑞典的很多报纸 都刊登了格雷塔的环保文章 有不少的民间环保组织 也都联系到她 格雷塔在全球迅速的走红 靠的其实是 Instagram和Twitter 这两种社交媒体 在她走红以后呢 她继续鼓动全世界的学生 进行抗议 罢课 呼吁政府 保护环境 在2018年 一共有2万多个学生参加了巴克 一共路上用了15天 然后这帮人呢 还得帮她把这船 坐飞机运回到英国 你说折腾不折腾啊 到了纽约以后 格雷塔在联合国气候变化 峰会上发言 就是我们视频刚开始的那一段 那就是从那发言里 结出来的 在这个发言里呢 她狠批五个国家 因为他们没有达到 巴黎条约的那个标准嘛 碳排放量 这五个国家分别是 巴西 阿根廷 法国 德国 还有土耳其 所以她在那个视频里说 How dare you 那个you就指的这五个国家 而且人小姑娘还说了 你巴黎合约说 到了2030年 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要降低40% 对我来说 太低了 不行 我要求降低80% 怎么样 够横的吧 一说就杀不住 来咱们到下一个话题 政治和学生 你可能要问 咱们不是谈环保吗 谈怎么防止全球变暖吗 怎么谈到政治了呢 我其实觉得 这就是政治 因为春花秋叶 一切自然的东西 都用不着号召 而凡是号召的东西 它就是政治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一部作家 杨将女士说的 学生恰恰是一种非常宝贵 非常稀缺的政治资源 这个例子是现成的 整整一百年前在中国 五四运动 当时第一批走上街头的 就是北京大学的大学生 我为什么说学生是一种政治力量呢 咱们来这么看 老百姓对学生 他的接受度是很高的 你想想 谁家没几个孩子呀 老百姓看待学生 就跟看待孩子一样 都可以这个招呼 往家里招呼吃包子的这种感觉 而且学生 尤其是大学生 老百姓都觉得 哇他们好有文化 好有知识 都是仰头去看的 再加上中国的文化里 人之初性本善 小孩子他的性情 都是很纯良的 很纯净的 所以你想有这么一帮人 他们很纯良 他们又有知识 老百姓对他们又很亲 是天然的一种保护心 所以学生他做的事再坏 老百姓也觉得 没什么了不起小事 那么谁要敢镇压学生 那就不得人心 老百姓肯定就不干了 咱们再从学生这方面来说 作为一个学生 他最不喜欢的事就是上课 他最喜欢的事就是不上课 所以这时候有人来跟他说 咱们罢课吧 用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他肯定愿意跟你走 这就是为什么学生 特别容易受到鼓动 受到煽动的原因 你看是不是这个理 这一提起五四运动 我多说两句 现在有很多的文献资料表明 五四运动可能跟我们 脑海里的那种高大上 不是特别一回事 当时的北洋政府中间有很多这个派系争斗 其中就有一派 他们就去挑唆学生去上街游行 目的就是把当政的一些官员拉下来 那最后他们的目的也达到了 很多的官员都辞职了 包括当时的总理钱能训 而且所谓五四运动有一个伟大的成果 是让这个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就不敢签字了 但实际上这个不签字啊 对中国的影响比签了字要糟糕的多 所以你说学生好心办坏事 听起来不大重听啊 但是恐怕还真就这么回事 不过好说歹说 人家北京大学的学生至少是常年人 年满18岁 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 对吧 现在这个格雷塔 她还只是156岁的一个小女孩 我特别想对她说 格雷塔你还是回学校去读书吧 好好的学知识 等你长大了 用你的知识来保护环境 你有的是时间 那么现在呢 让专业的人士去做专业的事情不好吗 你就别跟着瞎操心了 在双回五四运动 当时中国派往巴黎和会的代表团 也并不是酒囊饭带啊 除了团长陆征祥之外 还有顾维军施兆基 他们可是中华民国最优秀的外交家 有着丰富的经验 而且为了这次巴黎和会 做了三四年的准备 阅读了大量的国际法律条文 他们搞不定的事 靠几个学生喊几句口号就能搞定吗 最后我跟你说说 特朗普和普京对格雷塔的态度 特朗普是他的老方法 冷愁热讽 在他的推特里来给你看一下 相比之下 我觉得普京说的更好 他说 利用孩子和未成年人采取如此强硬和情绪化的方式 即便是为了如此高尚的目标 在我看来也是错的 普京这话实在说到我心里去了 给他一百个赞 好 这次节目就做到这 谢谢你的收看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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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